連續兩天南臺灣視察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對了點心情仿佛洗了三溫暖 前一天還被蘇恩昌猛噹 暗示農委會要換人做做看 不到24小時蘇院長仿佛失憶 髮夾彎打臉自己 但時間回到前一天 院長難得忘了 才當著陳吉仲與潘孟安的面 安排新工作 倒帶再幫院長回憶一下 是真的忘記還是突然 害怕響起 我也沒有點名 說潘孟安縣長要接農委會主委 全國媒體都有在露營 他這樣子睜眼說瞎話 然後說沒有發生匪夷所思 昨天預告內閣要改組 然後陰系反撲有人去跟他抗議 只好縮了轉彎把話吞回去 在黨開山蘇魁不是說錯話 而是不小心說出心裡話 他講胖胖胖胖絕對不是無心之過 或者講錯話 他應該就是心有所屬 突然講出來了 然後現在趕快把他收回來 現在民進黨內部茶壺裡的風暴 都是眼藍成形 從吳佩協免付千元 到青少年打疫苗 殷襲不斷逼宮 蘇魁步步退讓 蔡蘇心結難解 蘇魁心裡話也泄露 內閣改組恐怕是山雨欲來 今天你家會王志文 臺北採訪報導